今天我们来学一下时刻与时间 这是有关于小学三年级的数学 什么是时刻 时刻就指时间点 那个点上面 例如上午七时 还有下午时时 我们举上面的例子来看 我们在上午七时起床 这是指时刻 还有我们在下午时时睡觉 也就是晚上十点睡觉 这两个都是指时刻 也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范例都是为时刻的表示 首先第一个来看 同学们在下午二时到小亭家玩 下午二时则是指时刻 同学们在下午五时四十五分 离开小亭家 这个下午五时四十五分 这个时间点也是指时刻 再来看一下范例 周末小节在下午六时三十分看电视 这下午六时三十分是时刻 电视节目在下午八时结束 这个下午八时也是表示时刻 我们再看一个时刻的范例 小节在下午三十三十分和同学一起打球 打了六十五分钟 打完球是下午几时几分 这是要表示到最后日子 下午几时几分 也是要用时刻来表示 我们首先来看 下午三十三十分小节开始打球 他经过六十五分钟 打球经过了六十五分钟 那我们先来计算一下 六十五分钟等于一十五分 那从下午的三十三十分加上一十五分 他的时间就会等于四十三十五分 所以小节打完球的时候 已经在时钟上显示是下午的四十三十五分 这个表示就是一个时刻 下午的四十三十五分 所以他说下午的四十三十分打完球 指这个点是指时刻 接着我们来看时间 时间是指时间的长度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例如上午七点到下午十十 共经过多少时间 那我们指时间就是要计算时间的长度 我们从上午七十起床 到下午十时睡觉 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时间 该怎么计算 首先我们要算共经过多少时间 也就是把下午的时时 改成二十四小时 字就是二十二十 减掉上午的七十 得到答案是十五十 这十五十 就是我们要计算的时间的长度 所以共经过十五小时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范例 也是时间的范例 同学们在下午二十到小亭家完 在下午五十四十五分 离开小亭家 一共在小亭家待多久时间 首先我们来看下午二十的图 首先我们来看下午二十的图是这样子 我们经过的时间 经过的时间经过了三十四十五分 答一共呆了三十四十五分 也就是经过了三十四十五分 这些时间都是在小亭他们家呆的 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范例 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范例 在周末小节在下午六十三十分 看电视节目 一直到下午八十结束 一共看多久时间 首先我们看一下下午六十三十分 开始看 经过到下午的八十结束 也就是有经过的时间 是我们要去计算的 接着我们就来计算 共看了多久时间 后面的时间是八十 减掉前面的时间是六十三十分 得到的答案是一十三十分 这就是经过的时间 一共看了一十三十分 这个是指时间 我们再看一个范例 从上午八十到下午到下午四十放学 共经过多少时间 只要计算共经过多少时间 都是来计算时间 上午八十 经过到下午的四十 也就等于十六十 我们来计算一下 共经过多少时间 也就是后面十六十 减掉前面的八十 也就是得到了八十 所以它一共经过了八个小时 这整个在学校待了八个小时 以上就是我们如何去计算 时刻跟时间的一些基本观念 希望同学能够学会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